Hello 各位好,我今天就出聲了 其實之前就答應了一個阿妹教洗手間 現在看看這支 這支比較黑一點,因為我用來塗黑色顏色 這支是Brawby Brown的,你見到是真的蠻黑的 我用這支來洗的,這支也是10元店可以買 很容易找,這個用來洗手間托得OK 但我家就沒有洗手間托得OK,所以我先教洗手間 怎樣用呢? 就這樣 首先拿你的手,然後塗,大概五毛錢,因為塗很小 然後上面打圈按 看到黑色的用來嗎? 那你一路這樣打圈按,就會一路看到一些 你平時的化妝品、顏料就會在你的手上 這樣很黑了 OK?那你再按一會吧 但又不要太大力 好像你平時想用眼影的那些力水 因為如果你太大力,其實掃會開刷的 那你買幾百元回來的掃,你都想用得比較長時間一些 好,那你洗手間差不多 看到它其實都沒有什麼透明的Gel 已經讓你洗到變了一些很深的顏色 然後我們就開水盒,先看看自己的手 然後我就這樣用自己的手放著,在上面也打圈 為什麼我這樣做呢?其實因為這樣也可以 但是在中間那些洗潔精,我覺得洗得不乾淨 所以我這樣放著它,有一點擦掃的成分 都是打圈,同一方向 如果你是clockwise,就打回clockwise 如果你是anticlockwise,就用anticlockwise 就不要有clockwise有anticlockwise 因為你要順著毛的紋理去洗 OK?那你見到沒有大色的 好了,然後掃回水 然後你就用輕輕力,真的很輕輕力 用陰力去按一下毛 還有順手撥回掃本身的形 現在看到嗎?不好意思,我手掃 現在看到嗎?已經變回啡色了 證明其實顏料已經脫掉了 如果你的掃,你覺得好像洗得不乾淨,我有點擔心 那你用水沖的時候,你就再用多一次顏料 不是顏料,洗潔精,洗多一次 然後你就用一個掃平放在kitchen towel上面 一定要平放,不能這樣放 因為這樣放這些毛會開叉 所以是平放,讓它自然風乾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這個掃呢 剛才我說打圈洗 那如果這個掃是扁平的 我通常是這樣洗的 因為打圈洗不到 打圈是會抗衡你的力水的 其實你也洗得不乾淨 所以你就是向上向下,向上向下這樣洗 OK?那如果這個呢,洗完之後打平 那就可以了 那你等它乾淨就可以用回 好了,今天就這樣了,拜拜